第四十题 宣如在弹簧秤下方吊挂一重物 再将此重物进入水中 在重物静止后 弹簧秤的毒素为100克重 实验装置如附图所示 以至此重物的质量300克 则此物体的密度应为下列合者 我们晓得密度的计算是D等于V分之M 我们已经知道 重物的质量是300 所以我只要找到体积就好了 那体积怎么求呢 那么我们看到我们浸在水中 就让我们想到了是浮力 那么浮力呢就是BVD 浮力就是排开一体的体积 乘以一体的密度 那我现在完全没入水中 所以我排开一体的体积呢 就是我东西的本身的体积 所以这个VPLINE就是我这里要求的V 那么我们的浸入是水中 所以排开的一体的密度是1 那么那怎么样求VPLINE 我们还需要知道浮力啊 那浮力怎么办呢 那么浮力呢 还有一个算法叫做是他所减轻的重量 也就是空气中的重 减掉浴中的重 那么我们在空气中呢 质量是300 所以空气中就重300克重 那我们看到题目告诉我 在水中称出来是100 所以呢 减掉100 所以就表示我手受的浮力呢 是200克重 那么这边的浮力呢 是200的话 那么我们排开的体积会多少呢 排开的体积呢 也就是我们的200立方公分 所以我们排开的体积是200立方公分 就表示物体的体积也是200立方公分 所以这里就是200立方公分 那我们算出来呢 就是我们的密度呢 就是每立方公分呢 是1.5克 所以第40题 我们说 则此物体的密度 因为下列何者 我们答案选择是C 每立方公分1.5克